《四十九世的經濟導演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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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您好,想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能創編《四十九世的經濟導演動工》 創編《四十九世的經濟導演動工》 要回過去歷史來,我想講這麼幾個問題 一個,《四十九經濟導演動工》 它是有助於提高五臟六腑機能的這樣一套工法 當時在我住院的時候,我看到一些癌症患者非常痛苦 那麼做一個體育工作者,能不能在提高人體各臟腑機能上 或者防止一些慢性疾病上發揮一點作用 在這個思想的驅逐下,我就開始創編了《四十九世的經濟導演動工》 《四十九經濟導演動工》從近三十年的推廣來看 除了對五臟六腑機能的提高,有著顯露作用 同時呢,對一些癌症患者,包括良性和惡性腫瘤 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像山西還有一位女士,叫什麼名字我不太記得了 她是子宮癌症 那麼她通過練功三個月,檢查結果就明顯的效果 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小孩的八歲了 那麼我想,《四十九世之所以》有著這樣好的提高身體疾病和防止一些腫瘤的效果 我想跟他們《四十九經濟導演動工》它的結構有著世界的關係 《四十九經濟導演動工》我把它當時分成四個大段 第一大段叫通經,第二大段是熏形,第三是倒氣,第四是歸原 通經,主要通的守太陽肺經和守陽大腸經 為什麼通這兩條經脈?因為肺朝百脈 所謂肺朝百脈,就是全身所有的經脈都匯合在肺經上 既然它肺朝百脈,你通了肺經和大腸經 當然其他這個經絡都很容易長通 這是一層意思 第二層意思,要熏形 熏形,氣血本身就在經脈中熏形著 但是我們還要加上一套一手意念引導下的熏形呢 我們選擇兩條經脈,一條就是守絕音心胞經脈 因為心胞經脈是陰血之母 和心胞經脈相表理的是守少陽三交經脈 三交經脈是陽氣之父 就這樣,我們找到一個母親,找到一個父親 從根本來講,就找到了兩個最重要的兩條經脈 因此我們在熏形的這大段裏面 就用意念引氣在那個守絕音心胞經 和手上的三交經上運行 這樣就減少了很多的麻煩 第三大段是倒氣 通過十九個動作,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 從內到外,再從外到內,這樣 疏到全身的經脈,暢同氣血 我想,看著中醫的觀念來講 經脈者,所以絕死生觸擺病 挑虛時不可不通 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 經絡不通則痛,通則不痛 通過十九個動作,使你經絡暢通了 氣血周流了,你的疾病就逐漸好起來 那麼練完第三段之後 我們為了避免把所有的經、氣 或者我們體內的正氣練丟 所以就有個歸原 把氣又收歸丹田 所以第四大段就有向上、向下的動作 有向外和向裡的動作 就以向下、向裡為主 目的是為了歸氣 歸在哪兒?歸丹田 就是氣海、觀園這個地帶 這是我們人的後天之本 歸在這裡 它是一個生命之源,是個動力 丹田氣,充盛了,人就健康 老師,請問這一套功法 適合什麼人士練習 還有在我們練習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地方? 練習四十九歲經絡動工 應該說它適合於各個年齡段的人 如果說要注意的問題 我們還得分成年齡段來談 李敏說 本來是一個癌症患者 他又是晚期 他練不了二十五分鐘那麼多的動作 四十九動作 你就可以練習其中的一段 或者是把每一段當中的若干動作抽出來 給它因此堵成個小套 那如果我們要抽出一些動作 哪一些動作可以抽出來當練呢? 如果對癌症患者來講 我想,四十九日經絡動工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比如說,逢動必旋,逢得必繞 假如它是肺癌患者 就請這個患者 就多動你的手 就是胳背 因為呢,手太陰肺經 是沿著胳背內側的上緣運行 肺和大腸小瞄理 大腸經是沿著胳背外側的上緣 你多動胳背再旋轉纏繞 這樣呢,可以使阻隔斷打通 氣血周流 就實現了通得不痛的這樣治療原則 如果你是個胃癌患者 就請你多動你的腳 因為脾經和胃經 它是在下肢 比如說,脾經 它是騎在你的腳趾子上 大腳趾子上 這麼循刑 入手脾子 胃經是騎在頭面 沿著腿的前側方 運行到腳上 那麼這樣 我們來看 然後又是騎在你的腳趾子上 居然做了 是騎在二面 是騎在你的腳趾子上